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Machelle 你好 多谢你 Andy 其实上次你也上过来做我们的访问 很多朋友都很想知道 其实你已经是做这一行 好像已经做了很久 见你的样子就很年轻 其实做灯色来说 我想都头未有十二三年了 不打不撞入了一行 做一做一做一 都觉得这个市场都可以 家家户户都用 没错 而且灯带给我们很开心 很光明 尤其现在这么多 我知道现在你从自己有一间 已经发展到今时今日 已经有三间了 分别是什么地区 没错 在多伦多来说 我们现在有三个地区 一个就是 First Markham Place 另一个就是Promenet那边 就是Barthest和My Clark那边 接着就是Dufferin和407那边 就是比较新的 是的 而且我知道你自己也是在中国 广东 中山那边也有一个生产线 没错 有一个生产线 所以变成这个规模也越做越大了 可以的算是 这几年里面的发展的 也确是不错 特别是你知道多不多的楼市 过去这几年的大 今年就弱点了 但早几年的大动的也确是 能够到我们这些做灯息的 这个行业 对 你说得真是很有道理 其实地产也带动了其他相关的行业 包括了灯息 我知道你整天都两边飞 最近我有一次搭飞机也碰到你 真是刚巧 这个世界多小 你整天都飞中国 香港 最近我知道你回香港 是参加了一个灯息展 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是一个什么灯息展 没错 今次回去香港灯息展 其实它是一年两次香港灯息展 尤其是现在你知道灯 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的东西 这些展就在世界各地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包括有这个的 范克福 米兰展 波兰 甚至乎东南亚很多地方 都有这些这样的灯展 香港灯展其实是很大的 它是全世界第二大 它摊位差不多有两千五百多个摊位 那每个摊位有多大 每个摊位的大小就看公司的需要 是 是 是 譬如有些摊位大一点 有些摊位小一点 看看你做什么类型的灯去做 在香港的什么地方 是不是在汇展 在香港的湾仔汇展 那段时间就很忙了 整个区域范围 你知道 无论香港那段时间的酒店 那些店 零售业 交通配套 都带动到的 那也是 可以想象得到 所以那些时间在酒店 很贵的 很贵的 那时就是了 还有又近着圣诞 更多的买家 他们都是 趁圣诞的时候 做一些漂亮的灯 所以这个灯色展 一定是非常繁忙 那其实这个灯色展 说到其实它 譬如如果要参展 譬如费用贵不贵的 最主要是来自什么地方的 这些的参展者呢 因为香港这个展 基本上它是全球化 真是很大的一个展 那变成了很多的参展商 都是在世界各地会过来参与 你说至于费用呢 它其实都挺昂贵的 简单来说 它以港币来计的 一个小小的会场 一个小小的会场 它可能就已经去到 四、五万元这样的了 那还有它这些展 不是说一个很长很长的period 它只是一个 多长多啊 四天而已 哦 四天 其实它四天而已 就是要很浓缩的了 对呀呀呀 那就是你一路准备 做很多很多东西 其实就是为了那四天了 是啊 那么其实四天呢 就变成了你又要去 设计那些灯去 就是运输啊 可能是吧 你选择那些漂亮的灯 接着又要找人去安装 也有很多功夫的哦 没错 因为你知道这些灯 不单只是那四天前那几天 就是譬如前那三两个月 我们就要开始筹备啊 策划啊 无论新灯的设计啊 到你那个房间里面的设计啊 或者是拿些什么灯去啊 就是那些都是很吃力的东西来的 不过是很好玩的 我们都是 就是很开心的 是的呀呀呀 是的 那刚才说到参展了 那其实主要是什么类型的灯呢 这些展会因为它是世界各地参与的人都有 那变成呢 就是说很多的灯种都会有了 无论是新款的LED的灯比较多啊 或者很多的水晶灯比较多啊 甚至乎很多的传统灯啊 各式各样都有 因为参展商是这么多不同国家过去呢 那很多他们大过去的东西 都会有他们自己本地的文化啊 不同的风格啊 他们的色彩在那里 都是很很有趣 很值得去看的 就算我们经常去参展的人 每次去到我们都会是 就是学到很多新东西的 是啊 是啊 那其实刚才你说到各种不同类型的灯 就是比如家庭用的商业的 是不是都全部都可以 在展会可以看到的 其实呢 那些展会呢 因为它很多很多大大小小不同的展 那我们现在做的那类型的展 就是一般叫做家庭用的灯比较多 那就是分开不同类型 就是家庭用的 是的 尤其是我们现在参展的 去展会看展的那些买家 他们不是end user 就是不是用户 因为我们自己的生产商 那他们很多都是一些批发商啊 零售商啊 做传承的人 这样来到提 那变了我们做的这个 这个家里面用的这些色灯 所谓装饰灯的这一块呢 其实那些风格真的很多 不同你说一个酒店工程的灯 可能全部都是那几款 那你整个酒店就搞定了 但是家里用的灯是繁复一点 还有多很多选择 那刚才你说到最主要是 参展来到去看这个展会的人呢 多数都是可能自己开 练买的东西 等于你们是一个商店工程 那他们呢就会去那里去买一些 去买一些选择自己 再拿回到他的零售店 通常都是这样的情况 是吗 那他们买的方法是怎样的呢 其实买的方法呢 他们就是 你知道那四日展呢 那他们就拿着一行两行 这样就移来移去 就把所有的纸张啊 资料啊 全部都放在那个行李里 那没那么快的 他又不是立刻确定到 要多少啊 要多少这样 就是变成他们需要回到自己的国家 再要看回自己的市场 有什么灯是适合他们那边用的 譬如你都知道 我们多不多这边 可能独栏屋比较多 那我们用的可能很多的灯都会比较大 那拿回香港来说 譬如住的地方比较小 没有这边那么大的 那他们用的 就是那个市场会完全不同的这样 那他们回到去 然后好了 选了他们需要的灯 然后再去order order了之后呢 那我们做工厂的就跟他配合了 那跟他配合的 其实过程很漫长的 因为工厂配合 做一批灯出来 可能就已经要8至10个礼拜 再一个运输 那由他order到收到他的货 可能都说是三个多四个月了 所以他们拿的量基本上 是都不小的 所以一般的零售商 未必可以买到很多 但是反而那些中间做 distribution的那些大公司呢 他们就可以order到多一点 例如每款灯或者有100套 200套以上的那种类型的情况 是的 Andy 我知道你做这一行呢 刚才你说到 世界各地很多不同的灯展 那其实你们 怎样去选择哪些的灯展 才去参加呢 我们首先要知道自己的定位 比如我们自己本身是生产商 还有也有供应给不同的 distribution那些 那我们参展的希望都是去一些 大一点有规模一点的展会 例如一些小一点的城市里面的 零售那些展会我们不会去 就是需要知道自己的定位 然后就去锁定每一年 比如要参加8个展或者10个展 这样去不同的国家 present我们每一年的新款 或者科技啊 那你们的工厂工厂 在中山那里 其实每年都会出一些 不同的新款 其实第一时间 就是生产商是最快的了 已经知道有什么新款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其实今年流行的灯 就是跟去年有什么不同呢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今年其实比较流行的灯 都是一些以LED为主的灯 所谓LED为主的 就是里面都是用了一些 省电的LED strip 或者一些LED plate 这样的灯的 那它现在今年我看到 出了很多新的 我们在做的都是一些 有少许的水晶 但是又不会很夸张 但是第一 你有少许的灯灯在那里 这样就会 都挺吸引目光的 就是你有传统的感觉 但是也有 那个很新鸣的感觉 因为你带了这个 LED的元素进去 我明白 我刚才说到 其实你刚才在多伦多 有三间的灯店 其实会不会分开不同的灯店 的种类不同 或者是其实都 就是说是适合哪一个地区 都可以任何一间都可以 去找到不同的款式 其实问得很好 因为多伦多 你知道加拿大是一个 很多元文化的地方 尤其是我们住在多伦多 那个多伦多真的很厉害 但是我们每一个店 基本上都是有同一个系统式 去管理 就是那个规律 或者那些登款 价钱 各样 都是一样的 这样去配合不同的地方的客人 就变成了 他们的选择又多 都可以的 我知道其实最近我们WOW TV 应该是First Markham Place 对吗 相信应该是First Markham Place 大家在《螢光幕》 是否看到你们的地址 这个应该是HIGHWAY7 就应该是First Markham Place的地址 没错 这是First Markham Place的地址 其实除了First Markham Place的地址 刚才Andy也说了 还有另外两个地址 大家有什么问题 询问 也可以在《螢光幕》 看到他们的联络的电话 今天再次 多谢Andy上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亦预祝你圣诞快乐 多谢你Michelle 圣诞快乐 谢谢你 谢谢